台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連千億》又上媒體了 那麼這一次為什麼要上媒體 繼蹦恰恰之後 他現在說他心疼康康要為他 打造全新的直播節目 身出元首的連千億 才說完沒多久就被打臉了 康康說我沒有很慘 我不需要妳幫忙 我們先來看 連千怡的直播 其實訂閱率一直是很高 好 這是她的直播 她現在直播雖然點閱率還是很高 但是已經不如過去了 過去動載是幾百萬的 是啊 現在就是說 當然她要力圖正宗 因為她一氣管流出來 起碼就是說重現江湖 以前她是直播天王 但現在因為她不在這段期間 有很多星秀串起 所以出來之後 第一個她就先鎖定 這個彭恰恰 彭格說 因為彭格欠很多錢 然後這個好像有一天說 她人生最後一夜 我們上次有講 所以她就說我要找她 然後兩個人也談 談完之後彭格說 怎麼會 新門立刻已經出去了 才剛談完 因為還沒有正式簽 她也沒有點頭 新門立刻出去了 太高調 彭格說 因為這樣害很多債主 已經早上門來 因為 以為說 她要給她好幾千萬 所以她說債主都來了 所以不敢簽 不簽 但是你知道嗎 這兩天又一個大新聞又來了 她說 找康康 她說她看到 對 連簽譯 她真的腦筋非常的精明 你知道嗎 她說她看到新聞說 康康 落魄到兩年沒有一個通告 然後這個頭髮都斑白 然後這個生活陷入一個困境怎麼樣 她就立刻也是在直播上面就說 她把他們貼出來說 我要找康康 因為她就是一部這種 幫助弱勢 幫助這些綜藝這個 即將要這個 好像生活陷入困境這些大哥大 她都要盡力來扶持她 問題是她找康康 有沒有先跟人家康康商量過呢 沒有 如果沒有跟人家康康商量過 就直接放消息 外界會認為她是在炒新聞 這個絕對是炒新聞 因為 趁熱度 因為就是說連簽譯以前 她就是很高調 所以到最後才會出這種狀況 她現在出來之後 因為她出來之後 她剛開始她先就是說 用這個開YouTube YouTube你知道嗎 她剛開了第一天 結果上線沒有幾百個人 就是說情況並不好 後來 她的手發反應不好 不好 她說來就有什麼... 發什麼機要給 結果才來幾百個人 跟她以前的動輒上百萬 不可同日而已 她後來就說 乾脆我還是回來我的直播 她直播的 剛開始第一天 也是這樣 轟轟烈烈到哪開 結果 十五分鐘之後斷訓 她就說 年輕一年 落成落成這樣 所以她就覺得說 我要血齒 要回復到我以前 那個直播天王 那個盛況 所以她找來吳宗憲 妳知道嗎 她以前是吳宗憲 憲哥的那一集 滿熱的 對 因為她跟憲哥以前 因為兩個人有這樣 隔... 隔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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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過這樣子 不愉快 她說大和解 憲哥來不得了 憲哥幫她了一把 你看都是鎖定 那個綜藝大哥的 憲哥來幫了一把之後 那天就八十幾萬人看 你看馬上就說 收視率就這樣提升上來 當然也賣了很多東西 後來當然就說 碰哥這個沒有談成 可是沒有談成 歸沒有談成 新聞吵起來了對不對 連千億 等號碰恰恰對不對 也就是說 連千億現在已經 直播天王 跟那個綜藝大哥 已經這樣 等量奇觀 等量奇觀 好 那碰哥不答應 不答應也變大新聞對不對 你答應的是大新聞 你不答應也更是大新聞 你不愛 只要這個扇盤 打得很緊 它都會合 對 因為我現在就是要有熱度 就是要把我這樣 人氣這樣拉上來 不然我這個直播天王 怎麼能夠回復 好 你知道嗎 捧起來她不願意 可是有人自己跑來 你知道嗎 徐亨 徐亨自己跑來 她說 我也欠很多錢 我也需要舞台 這一年多也是在家裡吃老米 生活很困難 結果你知道嗎 她就去上 連千億直播節目 第一天他們當天晚上業績就有兩三百萬 而且觀看的人數就有一百萬人觀看 你看 一百萬人 突破百萬 突破了 所以他還說 我跟你講 徐亨我已經當天晚上幫他接著三場尾牙的主持 所以你看 幫他拍一拍 這時代就有這麼爽快 我是看你的戲長大呢 我是看你的直播情長 好 這我很好的哥哥啦 我們很好的節敗哥哥 唯一支持徐亨大哥 好 感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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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幫我講你去日文的說愛怎麼安心嗎 日本的是 那你的老師在這邊來請講你去日文 一代 楊美帝 不是啦 不是啦 這不是啦 喔 那哥不是這樣啦 是來 老師來請講 對 來講的是哪 以後他對他們的音樂 就是這樣 對 就是這樣 林千億不只很會 吵新聞 是 熱度 而且很會拿大哥出來吵 沒錯 他也很會操作美女 沒錯 他實際上現在出來的時候 除了就說大哥有這個什麼 吳花 鄧家華之類 他後面還有一個就是 他每次都有美女 有一個美女是大家目光沒有辦法轉睛的 就是全台最辣的日文老師叫做 常賴昆妮 他說上一次在做直播的時候 那個昆妮就過來了 結果他說 就走 你那個小粉紅要跑出來了 你趕快調整一下 所以你看這一講 觀眾又 哇 他的直播是非看不可 是的 有此為人 其實你怎麼可以 看不下去 你要去拍照 有你 看不及 就是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